小师姑还与她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 就是走的时候给她提了个醒 什么醒 有个事 我想了想 还是提醒你一下的好了 我有什么错漏之处吗 既然你在太空里面前说了对我东西 你就不能让人看着你吵架 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别让人看出来你再扯谎 这你放心 这段时间我经常去寻你 天气凉了 多用冰水些澡 什么 保持清醒 压制本性 你说什么呢 与我接触多了 切记把持住自己 时时刻刻警惕 拴住心缘 切勿当真 我也是 怕你伤了我自己 你就这么说了 有何不妥 小师姑 你真是 这 真是什么 没什么 就突然觉得 你和范贤还挺相配 别吓吓睡糊涂了吧 大人 这水凉了 我给您加点热 什么就压制本性啊 还担心我伤着自个儿 我平时看得挺低调的 没想到这般自恋啊 是不是我看得良眼 我就非他不娶了 慌慌的 大人如此这般的生气 是不是有些遗憾 报屁 什么遗憾啊 我是生气 我是火大 这 这感觉就是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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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懂 被人侮辱了 对方又及时地跑了 是不是 对 不对 这话听着怎么别扭呢 大人息怒啊 您要是心中觉得不舒服 那您就运用魅力 让他意乱情迷 欲罢不能忍 和您还不理他 这也算出一口心中的恶计 行啊 回了京都之后 你把你这话跟婉儿面前 复述一遍 别别别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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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怒啊 我不敢了 不敢了 啊